OK 那么咱们还是首先呢 先来把我们上一次课的内容 先来做一个基本的回顾 那么在上一次课里边呢 我们主要来学习了这样的几个东西 首先呢是Sprint的一个 AOP的注解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Sprint的一个GDBC的模板 还有一个呢 就是Sprint的一个事物管理 OK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AOP的注解 那么在使用AOP注解的时候 我们首先在这里边 是不是需要去开启一个东西啊 对不对 就是AOP 那个annotation 什么auto 就是那个自动代理 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开启它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啥了 在AOP上去添加注解了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AOP的一些相关的注解 有什么 首先在这里边有一台 是吧 Ospite 这个是不是来用于定义我们的切面 对不对 它是用来定义切面的啊 然后还有谁啊 还有那些通知的注解 那么通知的注解有什么呢 有before 对吧 这是前置通知 然后还有谁啊 后置的叫啥 after retaining 对吧 after retaining 这个呢 是后置通知 还有环绕的 叫around的 这个呢 就是环绕 通知 然后还有谁啊 异常抛出通知 叫after through 对吧 这是异常抛出的 OK 最后一个叫after 对吧 叫做最终通知 它呢 总是会被执行的 这是我们在 哪呢 注解的 alp里边 会使用到的 这些相关的 这个注解啊 OK 然后我们介绍完了 这个通知的类型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 还来介绍了一个 切入点 对吧 哎 切入点的一个定义 就是可以使用 哎 跑完它 看 如果用它来定义 我们的切入点呢 那么你后期的维护上 就可以 不需要在这上面去 单独的去维护表达式了 我们可以把这表达式呢 全都弄到哪啊 哎 切入点上来进行定义 到时候呢 你在这边 写上那个具体的切入点 是哪一个就可以了啊 这是Sprint的AOP的部分 然后我们说了 Sprint的AOP呢 它其实是一种思想 对吧 哎 它是一种思想 这种思想呢 本身它也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啊 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代码以后 你才能体会到 它这个思想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AOP 你目前来讲 主要理解它的思想 以及它能解决 我们实际开发中的 哪些问题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介绍了一下 Sprint的GDBC的模板 因为Sprint呢 它叫做一战时框架 所以说这个Sprint呢 它有我们持久层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么持久层解决方案呢 它里面就提供了 GDBC的模板了 所以说在这儿 我们先手动的来使用了一下 手动使用这个GDBC模板 当然我们后面发现 你手动使用的话很麻烦 其实我们是可以将谁啊 将你的连接池和GDBC的模板 干什么 都交给Sprint去管理的 对吧 那好了 我们后边呢 就把它交给Sprint了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一开始使用的这个连接池呢 是Sprint内置的 叫Driver Manager Data Source 那么后边我们在这里边 就配置一些开源的连接池 比如说像DBCP呀 对吧 比如说像C3P0啊 那这些开源的连接池 你需要会配置 所以说这个连接池的配置 你需要会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干什么了 就使用了一下GDBC的模板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使用GDBC模板 来完成什么 增删感查的操作 这是你要会使用GDBC模板 去干的事 首先要会配置连接池 然后能够使用它 来完成基本的增删感查操作 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说了一下 Spring的事务管理 那么这个事务呢 我们首先来进行了一个 基本的回顾 那这儿就不说了 然后呢 我们来说了一下 Spring的一个事务管理的API 那么在这个API里边 我们介绍了有三个对象 一个呢 就是Plantform Transaction Manager 对吧 叫平台事务管理器 平台事务管理器 它是用来真正去管理事务的 对不对 OK 然后第二个呢 是Transaction Definition 叫事务的定义 Definition OK 叫做什么 事务的定义信息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Transaction Status 这是事务的状态 OK 有这几个 然后在这个接口下边呢 有两个主要的实现类 一个呢 是Data Source 然后Transaction Manager 对吧 Manager 还有一个呢 是 Hybernate 然后Transaction Manager 这是两个主要的实现类 然后平台事务管理器呢 它会根据你这里边定义的一些信息来管理事务 产生的一些状态会记录到它里面去 这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进行了Spring的事务管理 那么它的事务管理呢 两大类 一类是编程式事务管理 还有一类呢 叫做声明式事务管理 那编程式的你了解就行了 关键的是声明式事务管理 编程式的这个东西 你不用掌握了解就行了 关键的是声明式的 那声明式的指的就是我们通过配置 不用你去写代码来进行事务管理 那你想我们普通的一个操作 对吧 我们假设在这里边去做了一些什么什么操作 对吧 那么现在我想通过什么 通过配置来实现 那你以前写事务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拿到连接 然后Site O2 Commit 然后里边是不是写个False 对不对 然后这一组操作执行完成以后呢 是不 Connection.Commit 然后如果有异常 我们原来可能这写了一个Try 对不对 写个Try 然后下边到这 是啥呀 是Catch Catch里边 Exception E 然后如果有异常了 我们怎么办 是不应该是Connection.Tech Role back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在哪 在原来我们正常的业务逻辑代码的基础上 前面加一段 后面加一段 然后呢 异常出现了下一段 是这样吧 所以说我们其实声明是事物管理 它的底层的思想是啥呀 哎 底层的思想 就是AOP 那你想AOP里边咱们不是有什么 环绕吗 环绕不就是在你原来方法执行之前做一段事 执行之后做一段事吗 对不对 然后异常抛出 这是不是异常抛出 有异常了 我们就回滚 那其实它用的就是AOP的增强 只不过这个增强 不用你自己来写 你说不用我自己去写一个around 去写一个afterthrowing 为什么不用你写了呢 因为你想你写的话 你针对GDPC是不是得写一个 你说我如果用hybridant 那你这是不是应该用session.begin transaction 然后ts.commit tl.roback 那你写的代码是不是每一次根据不同的使用的平台不一样 那么你的代码也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谁呀 sprint它底层已经给我们提供好这个东西了 所以说你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了 这是咱们正常去写的事物 那么其实这里边一定要知道它底层呢 其实就是AOP 那么我们现在做声明式事物管理 也是两种 对吧 一种呢是啥呀 配置的 就是sml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注解的 对不对 那这两种你也是都得会的 也是都得会的 那么其实它俩一开始都是一样的 干什么 引入AOP的开发包 对吧 甭管是谁 是不是都得引这个AOP的开发包 你用哪种事物管理都需要 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环境了 有事物管理的一个环境了 那么配置的话 只需要怎么做呀 首先配置一个增强 对吧 就是那个TX 你得配一个这个东西 得配一个这个东西 当然你还得配一个什么 事物管理器 对吧 还得配一只 事物管理器 然后你再配置一个增强 配置完增强了以后 再去配置谁呀 配置AOP 再去配置AOP 所以说你用声明式事物管理 插标方式呢 就这三步 就这三步 OK 那如果是注解方式呢 那你也需要配置事物管理器 然后呢 开启注解事物 然后在右层添加注解 叫transactional 就完事 它里面也是这三步 但这三步呢 会很简单 可能配置就一行 完事了 但这个的配置 可能稍微要多一点 对不对 这个配置要多一点 但是这个一旦配置完以后呢 不用管了 对吧 不用管了 但这个配完以后啊 你得在每一个业务层的类上 都得添加 在你写业务层的时候 别忘了就行了 这是我们上一次课呢 主要来学习的这个内容 然后这里边这些红色的地方啊 红色的地方 是你需要去掌握的重点